各位台灣人 大家歡迎大家好 我看到有人 帶我台灣富山價值時的貴士 哪裡來的 台灣富來的 今天要聽說有很多人在L.A.有很多無聊的地方 山車很大 各位是從哪裡來的 我有聽說有山車來的 山車來的 有什麼好啊 三更 三更 那你說怎麼有的 我爸才會報告啊 我巴黎來的 今天這個巴黎早上八點半起床趕飛機這樣子 然後來到這邊 時光道有下午兩點半 然後還入慶排一個半小時 來到這裡 所以剛才有人看到我在吃麵當 因為我們來台灣的龍心 林田中啊 跟這個我們都這裡是這樣講 真的很好幫我們拿來住宿來安排 這麼有台灣味的這個餐盒 因為我上個禮拜 其實齁 在巴黎參加法國外交部安排的一個交流活動 所以其實飛機跟我講說 這個美國這次下令會 我美東的也沒有辦法參加 然後那個什麼是中西部 中區 中區 也沒有辦法參加啦 唯獨這一場我想說 一定要起出一個時間過來 所以剛才有人告訴我 你是唯獨我來的 其實我是唯獨大家來的 對 因為我們在阿波 我這個座談會結束之後 把上位要做飛機回巴黎 再從巴黎打飛機回台北 這樣子 所以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體力的挑戰 不管為什麼一定要來 其實我也可以跟Fanny說 我都沒用 我要教參加 他也沒辦法來驗證我在巴黎在幹嘛 你是在工作還是在逛街 他沒辦法查證 為什麼一定要來 因為我還沒有來過LA 這是我第一次來過 去年我參加美西夏令會 是第一次參加 但是去年在Phoenix 然後今年是在LA舉辦 這個城市我從來沒有來過 但是我一直都聽Fanny講說 美西的鄉親很讚 Fanny說 美西的鄉親非常熱情 人非常的讚 去年在Phoenix確實驗證 今年在洛杉磯還要再驗證一次 來到現場確實感覺不同反響 因為在台灣會館的活動 今天我們大概有170、80位朋友報名 然後還有護員千里而來 開車兩三個小時 真的感受得到這種很強烈的 我們台灣人屬於我們台灣人之間 彼此的領帶 尤其是我剛從來被遺棄進來 這是我第一次來 但是我馬上就看到 旁邊寫兩行字 不是寫說什麼 像中正廟那個什麼 生命之一創造 宇宙紀喜事生命的 今天我們被林林之所欲 藏在我心 這被李相公 李前總統 1995年李前總統 以總統的身份 到美國 到 Cornell 他的母校去發表演講 這是李前總統演講的題目 那個時候我還是小朋友 因為我1987年出生 95年的時候 九年十二我才七歲 七八歲 所以那場演講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叫做歷史的經典 我們在歷史的當下 沒有辦法親眼看到 但是在事後 有非常非常多 接觸跟了解 這是一個經典的演講 為什麼 因為那個演講的內容 一直到現在 已經2024年了 其實還是適用 還是歷久 不相信以後 現在馬上 念一段給大家聽 在以前總統 那個民之所欲 常在我新的演講裡面 他提到說 一個人應該要 力求務實 向不可能的師父挑戰 這是他的原理 他說 過去四十多年來 我們一直極端務實 虛核未來 而不眷戀過去 辛勤工作 而不願給有人 現在台灣 是不是還是這樣 對嗎 沒有變對不對 然後 結果 以前總統接著說 因此創造了我們 生存 跟發展的現實 我們很誠懇的希望 世界對我 以公平合理的態度 對待我們 不要忽視我們所代表的 意義 價值與功能 現在是不是也適用 對不對 接著他講很重要 有人說我們不可能 打破外交上的孤立 但是我們會盡力 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 現在是不是這樣 對嗎 我們有沒有打破外交上的孤立 有 我們發現台灣越來越重要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成為現在 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一個國家 有 對不對 台灣發生的地震 美國是主流媒體都報導 因為大家都會發明 我今天可以用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成功 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 對 沒錯嘛 以前總統在他的演講裡面 他想 本人確信 這個世界終將了解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是一個友善且具實力的發展可辦 那是不是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實力 對不對 1995年的演講 到現在 2024年 30年 快要30 對不對 但你會發現 原來這30年來 台灣走的路線 一條很長很長的路線 這次路線上面的改變 可能不是一時半刻可以的東西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再回頭去看 1995年 民之所欲 藏在火星的演講 是不是發現 當時台灣人的夢想 現在都已經在實現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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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30年來 台北人 就是這條路上 不可或缺重要的文化 為什麼我這樣講 更早以前在戒嚴時期 我還沒出生的時候 台北人 當時從台灣來到美國 台北人 讀書的年輕人 成為台灣民主化 重要的一個推動力 因為住在台灣的人 沒辦法推動民主 離開台灣 到了美國的人 可以推動民主 所以剛才亮君放這個 這個世代的影片有沒有 如果以前 就有這種網路 然後幫大家剪影片的話 在1950年代 1960年代戒嚴時期來到 美國的台灣人 就是當時的 the generation 是當時的這個世代 對不對 對 對 當時那個世代 創造了 民主自由的台灣 很強的 無推動力 我是1987年出生 剛好戒嚴那一年 所以我呢 我們是民主的 富二代 因為大家 創造這些戒嚴創造的民主 我們一出生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民主 就像富二代 一出生的時候 家裡就有錢 欸 富二代有在那做是什麼 很多人說富二代沒有工作 可能有些富二代 確實沒有工作 但是理論上來講 民主的富二代的工作是什麼 不只要把家裡面的家產守住 還要發揚光大對不對 如果家裡面有一個企業的話 你要把這企業做大 把這企業的品牌能夠差個噸量 把這個企業的價值讓更多人知道 讓這個企業養活更多人 讓更多人有工作之後 有更好的生活嘛對不對 這就是富二代的是當工作嘛 所以民主的富二代也有我們的任務 也有屬於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台灣成為民主之光 欸 你這樣說 好像台灣現在就是民主之光 台灣喔 現在確實是 我們亞洲就像這位朋友講的 在亞洲 閃閃發亮 閃閃發亮 我2019年的時候 被美國的國務院邀請來美國 參加美國的IVLP的交流計畫 然後呢 2023年的時候 去年 我去歐盟 參加歐盟的EUVP 也是個交流計畫 今年2024年呢 我是在法國 參加法國的未來人物 法國外交部辦的這個交流計畫 這些經驗裡面 我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不管在美國 在歐盟 在法國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都認識到台灣 是他們在印太地區 最堅強的夥伴 因為台灣在亞洲 民主化指數最高 台灣在亞洲的經濟實力不可無視 台灣在全世界的半導體供應鏈上的角色 叫做不可取代 所以台灣現在是印太地區 甚至是全世界 都在彎出的一個亮點 這個焦點 但是這個亮點 這個焦點 內部面臨挑戰 內部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對不對 台灣的民主化的年齡跟我一樣 所以我都不會忘記 現在台灣如果說是一個人 現在台灣的民主化長到37歲 那37歲什麼樣的年紀呢 第一有一定的基礎 也算是面臨終年對不對 第二 事業根基還沒有穩定 還沒讓很多挑戰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 我們199月開始 第一次總統執選 到現在台灣人已經完全習慣 定期的公開的公正的民主選舉 台灣人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 像現場那樣說 今天假設說有人要立一個法 說以後取消所有選舉 以後限制選舉的報名 我相信台灣人不會接受 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一定的東西 但是這個根基還沒有穩固 怎麼樣講沒有穩固 比如說現在在台灣 我們的權力分立 就遭到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我現在位於美國 美國的權力分立 大家知道很清楚 寫在美國的憲法裡面 寫在美國200多年的憲政實踐裡面 就是行政司法跟立法三權分立 在美國如果有任何一個單位 試圖要破壞這個權力分立 我相信美國人一定會抵抗 比如說總統 假設今天總統要取消國會的權力 那美國人一定會抵抗 反過來說如果今天美國國會 要來取消總統的權力 人民也不會忽異 那在台灣 為什麼我們說台灣現在被領為了欺負呢 因為台灣的憲政制度 並非為台灣所打造 我要說坦白 我們台灣的憲政制度 是拿中國的衣服穿在台灣的身上 對不對 中國國民黨把他的武武憲朝 中華民國憲法 帶來台灣整個移植過來 所以我們台灣民主法 37年以來歷經七次修憲事 穿著西裝改西裝 這頭我們也沒辦法放掉 因為放掉 就沒聲了 我們穿著這衣服不合身 一邊穿一邊改 那個蜂蜂蜂蜂蜂很艱困的一個過程 所以有人形容 七次憲改 是在違建上面再加改 但是不管你怎麼樣形容 畢竟現在這一套 七次憲改的憲政秩序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是台灣2350萬人決定 所以你要說他是五權憲法也好 你要說他是三權分立也好 是台灣人以2350萬人 歷經七次的修修改台之後決定 但是現在在台灣有一股力量 要跳過 要跳過修憲的程序 要跳過2350萬人統一的程序 要改變這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也就是台灣最近新聞上一時代播 相信大家在美國都有看到的 國會集權 我們要公信你國會擴權的話同意 但是現在國會擴權的後面 真正目的真正的問題 是要把所有的關聯 緊張跟國會 這套國會擴權的遊戲 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台灣所有的權力集中在立法院 而且不是集中在立法院 給113個立委 而是指集中在國會的多數黨 也就是黨白人52加2加80立委首長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這幾個月會看到 台灣的街頭運動 大家會看到台灣的輿論不斷在廢提的原因 我們過去30年累積下來的民主資產 在我們這個世代 現在面臨的十字路 我們到底是守護這個資產 並且妥善運用發揚光大 就像全世界期待台灣做的一樣 還是說這批民主富貨帶 不小心泰國揮霍 胡亂花錢 把好不容易累積下來 這民主資產揮霍帶進去 現在是這個十字路口 所以在這個十字路口上面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不需要單打合鬥 因為單打合鬥絕對贏不了 絕對贏不了由中共在背後支持的 這些要觸統的力量 我們需要的是跨世代的合作 我們需要的是跨越時間的限制 跨越空間的限制 在台灣在美國所有的台灣人 共同來合作 有很多人問說那現在怎麼辦 要你開心人就選贏了 要怎樣 各位 選舉是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選舉並不是終點 選舉不等於政治的選項 剛才亮君給大家看了這個世代 連欠六個候選人 六個候選人裡面 有些人不夠努力像我沒有選上 但是有選上的 你看他們的表現 表現 表現好不好 好 無非你表現好不好 好 有選上的這個世代的候選人 為什麼可以成為立法院裡面 現在一個無可無視的力量 答案很簡單 因為各位也對我們的支持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身上所扛著的 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前途 其實我們肩膀上 我們自己的前途只是幾小的一部分 在我們肩膀上更大的責任 是來自於我們的選民 我們的氣息下 所有的心系台灣的台灣人 對我們的期待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黃傑現在我們碰到很厲害 有很多人說黃傑是不是十年 他改變後說黃傑 這禮拜給他想的 就是奇怪 黃傑他做什麼 我去看那個錄影帶 原來他就是 比較早去到公司的會議室 準備開會 這樣做到十年 奇怪的 我們以前講萬安 原來是三期晚會 跑到議場裡面去佔領 會怎麼會說他黨就可以了 黃傑就不行 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黃傑的佔領 現在人拜祥不可無視 對不對 吳佩玉 他在立法院裡面 喔 有陳玉珍把他葬下去 不是吳佩玉把陳玉珍葬下去 是陳玉珍把吳佩玉葬下去 看那個畫面 我真的是第一把人 他你知道嗎 因為陳玉珍很強悍 陳玉珍很強悍 他同黨的人喔 他同黨的人 該不是我形容 是他同黨立法院國民黨裡面 其他的立委形容 陳玉珍丟了坦克車 所以無配意是啥 無配意是坦克人 他會被落勢 天安的一人凶狂 坦克車的頭上 一人騎著 坦克車的頭上 他會被摸回來 那是當時六四天案的事件 的一個 爭取一組良心的象徵嗎 吳佩玉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也是這樣子表現 那為什麼 我們能夠有這樣的動能 因為我們非常清楚知道 現在台灣面臨這樣十字路口 我們要讓台灣走在對的方向 外星德總統我們的選舉口號叫做 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不是你開票之後 你就走到終點 不是你投給你認為對的人 就代表一定走對的路 民主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就像1987年我們出生的那一點 台灣解嚴了 所以我們民主化完成了嗎 沒有 一路走到現在37年我們還在打一 所以今年選出賴清德總統 蕭美琪副總統也不是台灣民主恐怖的重點 相反的我們面前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戰 接下來 接下來大家會在新聞上看到更多的 立法院的文位多數黨 如何試圖把權力向他們自己集中 之前我就已經說過了 他們要做的事情都很容易預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2000年到08年全部都做過一次 現在是重播啦 現在是重播啦 什麼叫重播 因為2000年到08年一樣 抄襄也大的時候 當時藍廷也弄了319針調會條例啊 後來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就是4-585好解釋啊 現在他們弄了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又要再次把立法委員變檢察官 把立委變法官刷來查弊案 這個完全是重演過去319針調會條例 一模一樣的台詞咧 那現在裹不起來了嗎 劇情就走到早上大法官嘛 對不對 他們以前還做過什麼 他們以前還做過 故意擱置人事權同一案不審 在2000年到08年的時候 國民黨故意不審監察院監委的提名 讓監察院通傳兩年 這一次一樣啊 大家看國會極權法案通過的時候 黃波商都附會極權部 他們下一步就是要廢除監察院 後來被我們提醒說 廢除監察院要修憲 他們不敢修憲 結果他們講什麼 朱立倫講說 在不修憲的前提之下 凍結監察院預算或凍結監察院人事 不是簡單的事情 從來一遍啊 從來一遍會怎樣 檢大法官就講過了 總統消極不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審查 都是違憲 因為只要你不修憲 監察院就在那邊 你要各建院請修憲 現在贏都要重來一次耶 任憲德總統已經提名了新的考試委員了 立法院現在在做什麼 故意把考試委員放在那邊 不審 今年十月 我們十五個大法官裡面 有七個任期要介護 大家現在都知道了嗎 知道你難得走了嗎 我直接預言賴清德總統提名的新的大法官 他們有高達百分之87%的機率 放在那邊不會審 各位 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事情 其實不難遇受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的是 藍白陣營火力全開攻擊大法官 他們會攻擊大法官都是蔡英文前總統提名的 他們會攻擊大法官都是綠的 他們會攻擊大法官都有這黨的傾向 他們甚至會故意不審新的大法官提名 讓十五個大法官只剩下八個 然後他們又可以繼續說大法官的代表性 各位 要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並不困難 難的是什麼 難的是我們如何去說服我們身邊的人 困難的是我們如何去告訴我們身邊的人 到底我們要一個怎麼樣的民族 到底我們要一個怎麼樣的自由民族先生秩序 困難的是我們怎麼樣去把所有的台灣人團結起來 下一次的選舉是260 再下一次的國會選舉還要再等私 在這段行間台灣的民族 只有兩個守門員 一個叫做大法官 但是大法官一定會被攻擊 如果大法官這個守門員被攻擊到受傷退場 接下來替不上常的守門員就是公平力量 就是公平力量 2014年我們亮君和Freddy都有參加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就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無法無天 先有蠻久發動的馬王政策 要來破壞憲政制度 總統要把立法院長拔掉 後有黑箱服貌 想要完全跨過國會的審查 禁制跟中共簽訂經濟協議 在當時大法官沒辦法出手 守門員變成公平力量 公平站出來 暫停立法院 徹底擋下服貌協議 大家可以想像的 如果當時服貌協議先下去 在有簽訂服貌協議的那個平行宇宙 現在台灣的經濟已經跟中國一樣一起乘到海底了 幸好我們活在這個沒有簽訂服貌協議的世界對不對 但現在我們又面臨了第二種挑戰 所以各位 各位 我們必須要做好公平守門員 把台灣的憲政制度 自由民主憲政之需守護 我們不是說要守護中華民國的憲政制度 我們要守護的是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 大家知道這中間有一個重要而且細節的差別 就是我們不是盲目的崇拜任何一個偉人 我們也不是盲目的崇拜任何一個名詞 我們也不是盲目的國家主力 或是盲目的民主主義 我們是盲定而且清晰的公民民主主義 我們是盲定而且清晰的對自由民主有捍衛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安慰是可以跨越族群的 是可以跨越世代甚至是可以跨越國界 我也是來到美國 聽人家說美國是一個很適合實現夢想的地方 每一個來到美國的人都有American dream 都有美國夢 啊美國夢是什麼 美國夢講白了很簡單 就是你在這個土地上 你擁有一個相對公平的機會 你可以去追尋人生的幸福 這也是李前總統1995年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講當中 最重要的核心精神 台灣應該也是一個自由而且民主的地方 讓所有人都可以有公平的機會 會追尋自己的幸福 那各位贊成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 台灣跟美國有共同的價值對不對 對 這個共同的價值不是基於我們的膚色 不是基於我們的族群 不是基於我們的政黨星效 也不是基於我們的宗教信仰 這個共同的價值是來自於我們對於身而為人的最基本尊嚴 生活為人的最基本自由的權力 以及我們相信我們要有民主的生活方式的這樣的追求 今天我在洛杉磯台灣會議館看到後面的四個字 是搖面家鄉 這四個字很出名耶 大家一段在美國的時間 可能一段在台灣的時間還要等了耶 但是大家心裡還是有台灣對不對 講到家鄉的時候大家第一個想到哪裡是我的家鄉的時候還是想到兩個是台灣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身而為人無法取代的連帶 我們沒辦法取代的共同的情況 我有個很好的朋友 高中同學 高中畢業之後呢 我留在台灣讀台大 他來到美國讀書 那後來時間快轉 到了我第一次要選議員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2017年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我那個好朋友傳一條訊息給我 他叫我選舉要加油 後來選過馬克他好不好 一個友善的觀景 我就跟他說謝謝 想不到啦他好認真喔 他跟我講說啊 你一定要加油一定要選上 因為 他說 因為我不希望等到我老的時候發現我沒有家可以回去 很震撼 當時啊他在美國已經夠久了 他已經美國公民了 以他的學歷 他在美國讀了博士 他要去全資縣哪個地方找工作都可以啊 他要去全資縣哪個地方住都可以啊 美國護照這麼好用 但是為什麼他會說他不希望他老的時候發現家來已經不見了 因為他的家就是台灣 所以這句話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折扭感 我們對台灣的關愛的故事是我自己的家 還有我們身邊所有兄弟姐妹所有台灣人的家 這個家大家共同要幫你收到是我們這個家的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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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那這個家共同好是我們現代公民的責任 你說對嗎 對 所以在這裡就很開心來把家 見到這麼多新戲交相的台灣人 那我等一下也想聽聽看 大家對我們這個家有什麼樣未來的想法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的擔憂很多的擔心 但是公司擔心是不夠的 我們要一起行動 對吧 家裡面如果沒錢 坐在沙發上擔心沒錢也沒用啊 對不對 家裡面如果擔心 招小時候坐在沙發上擔心也沒用啊 要有行動 行動 讓台灣更壯大 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感謝大家 謝謝